有朋友問說 湯正好最近做什麼都沒有動力 救援或者念研 探索自己等等 都很難做 手也很難做 決定沒有方向 耍肺太多舒服了 想請問一下 能讓你一路向前的動力是什麼 我是不是也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動力 其實簡單來講 讓我一路向前的動力 就是每天睡過八個小時 然後 而且講的不是說 躺在床看八個小時 是like literally 睡著八個小時 因為對我來講 其實我每一天都沒有一定說 要做到什麼事情 或是每天醒來的時候 大家可能知道我用番茄中工作的法 就是把十幾個工作項目切成25分鐘以內 一定可以完成的 所以做25分鐘 休息5分鐘 做25分鐘 休息5分鐘 四個番茄之後 稍微多休息一下等等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每天它的工作量是非常可控的 那一大早醒來的時候 想到那些靈感 那些比較大規模的想要做的事情 我怎麼樣子好像一大早 從冰箱拿出新鮮番茄 然後切半小時備料的那一部分 是那一部分 其實真的很需要想清楚 就是我今天一天之內 把它切成半小時半小時 我到底要怎麼切 這樣子的話我才能夠 就是每一步都做到一點點 很可能有很多問題也有很多錯字 有很多想不清楚的地方 但是我就公開出來 然後之後呢 就是在25分鐘中間的那個5分鐘 拿來刷飛啊 刷社交媒體啊 然後看看網路上面有哪些 新的關於唐風的梗啊 好像最近連續寫了好幾天 都是一個叫做什麼 Ena的Vtuber啊 什麼之類的啊 就是說 網路上面會有很多次網化 然後拿這些東西去創作 或者像再往前是 他們開場的老婆 什麼西伯之命之那個梗 然後再往前是 日本的那個 然後是樂團的 或是摩紋的梗 什麼之類的啊 就是說每一步 或者再往前是科 也會什麼燙風過台灣 那種破梗天的那個梗 所以說 我覺得耍廢是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我就是 在那5分鐘裡面是耍廢 然後耍廢完之後 我又有之前已經煉好的 番茄中文菜單 然後我又可以再去focus 25分鐘 所以我會具體建議啊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水溝 那很可能沒有動力 是因為沒有水溝 要水溝 那水溝之後 那每天耍廢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就每天就是 只切一顆番茄中 兩顆番茄中 就至少一兩個 25分鐘 我讓自己不被打斷 稍微做一點點planning 不要完全 喪失planning的這種感覺 那剩下的時間 我覺得donut的刷廢 也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 本來這個就是跟你 一片迷惘 挫折相處的時間嘛 那相處的時間 就一點 它就會有東西可以教你 你如果急著要解決什麼的話 反而會對自己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壓力 所以